大家好,我是阿健 春节期间真的是太多太多美食了 好吃到停不下来 家里剩了点米饭 我们用它来做个海苔炒饭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剩了米饭有点接驳 我们一定要给它搅散之后 给它放入大碗中 我们在享受美食的过程 一定要教小孩子不要浪费 锅中给它刷上点油 放入两片海苔 给它小火煎一煎 将它两面煎香煎干 煎至像这样变色 我们将火关掉 给它放凉 接下来我们准备点配菜 一件胡萝卜 先切厚片 再切条 然后切丁 切好之后 给它装入碗中 准备了孩子爱吃的玉米和甜豆 一小把虾皮 一小把干虾皮 再单手打入一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散 炒饭的灵魂 香葱是少不了的 一把小葱 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 给它装入盘中 放凉的海苔已经很脆了 我们用手给它捏碎 捏成一小片 一小片 食材都备起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锅中烧水 下入胡萝卜丁 青豆 玉米粒 给它焯水一分钟 焯好之后 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装入碗中 锅中下入少许油 油热之后 下入鸡蛋液 给它滑散 给它黄嫩一点 然后将火关掉 锅中再次烧油 下入虾皮 小火给它炒虾 甜豆胡萝卜玉米粒 倒进来 继续给它翻炒几下 然后倒入米饭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给它调一下味 下入盐 来点生抽 再来点胡椒粉 大火给它炒散 一定要给它炒散炒下 我们再下入海苔 来点白芝麻 把鸡蛋碎也倒进来 把鸡蛋碎也倒进来 继续大火给它翻炒 哇 香味铺鼻 这样做的特色炒饭 大人孩子都爱吃 出锅前 出锅前 我们再撒入葱花 再翻炒五六七八下 即可出锅 隔壁邻居都闻到香味了 将它出锅中盘 即可开吃 中味独特 口感细腻 生活要有仪式感 我们用饭勺 给它盛一碗 装入碗内 再给它倒锅过来 再挤上一点 小孩子爱吃的番茄酱 这道海苔炒饭 真的是太完美了 今天我们就不做饭 全家吃炒饭 好了 小孩子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们开吃咯 爸爸 这个饭好好吃 嗯 今年的口味不一样 用海苔炒的饭 多种食材 营养健康 第一次吃 真的好吃的饭 爸爸 里面有虾吗 里面有虾皮 有鸡蛋 有玉米粒 青豆 还有海苔 做出来营养健康 慢点吃 把它全部吃完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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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谢谢大家